来看看新闻榜 3月14号 9位参加活动的张学友 亮相杭州和粉丝大方地分享了 天王家里不为人知的故事 大家好 由于当天活动主打顾佳话题 一直被誉为中国好男人的张学友 自然有很多可以和大家分享的经验 只不过男生一开口 却给自己的形象来了个颠覆 我觉得会 很多现在很多男人 他们会比赎赛 如果说家务不是张学有拿手的事 那么怎么维系夫妻感情 您可在行了吧 毕竟您与罗美威从相恋到结婚 29年早已成就了娱乐圈的一段佳话 有什么秘诀就分享一下呗 我觉得尽量就是要是 您故人讲话的时候 尽量尽量不要参与这位秘诀 那比较安全一点 听谁有歌这意思 貌似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 过得很心酸呢 我每天都过得很甜蜜的示范的时候 好吃 不好吃 对不对 好不好吃 好吃 可不可以拿心脉 可以 很坚毅的那种 真的是 你们不懂的 好了好了 直到你们感情好 学有哥 你就不要再修甜蜜了 这几年 你半隐退的状态 不也是为了全心全意照顾家人吗 只不过如今再次回归 事业似乎有点不顺心 今年年初香港媒体爆料称 张学有与合作20年的制作人 陈淑芬关系决裂 从而导致原本今年四五月 举办的巡演取消 而两人最终闹掰的原因 是酬劳分配问题 现在我跟陈泰 原则上是 就是合作关系结束 然后现在经济的部分 就回去商品公司 所以私交方面都是 就是没有了工作而已 其他就没有什么大影响 有了新天地杭州采访不到